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讲得非常好 还有各位侨胞 各位民选官员 非常高兴见到你们 好久不见 见到你们感到格外的亲切 那么这次也是自疫情以来 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剧院 举办这样的大型的文艺活动 确实我想我们的侨胞们 特别是Sophie 还有Selina 我们的艺术家们 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所以我也想向他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那么这次是我们的第四届 传承杯国际艺术节 那么应该说在疫情之下 我们能够把这样的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确实非常不容易 那么也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 向这艺术节成功的举办 表示忠心的祝贺 那么这个特别是对 参与这些活动的 我们的艺术家们 表示忠心的感谢 那么中华文化博大今生 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 是我们民族的魂 我们虽然生在海外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根 也不能忘记我们的魂 那么中华文化也非常的优秀 中国的文艺 这个文化也非常的优美 这个Sophage 我非常喜欢她唱的乐剧 特别是她也是 我们洛杉矶地区的林妹妹 谢谢 也算是王文娟老师的传承人 所以每次听到她唱这个 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 也想到儿时的时候 看着这个 这些王文娟演的这些乐剧 那么我觉得中华文化需要传承 中华文化也需要传播 也需要跟其他的文化进行交流 所以我想我们的侨胞们 特别是我们的艺术家们 在这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特别是从2018年 举办首届的活动 到现在坚持四年举办这样的活动 为这个传承和传播中华的文化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也一起 来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播工作 向我们的各界都能够讲好中国的故事 让我们更多的美国的老百姓 能够认识和了解我们中华文化 那么我想这也是为了更好的 促进我们跟各个族裔的和谐 从更广泛的这一面来说 也是为了共同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所以代表我们总领馆 首先对第四届传承杯 国际艺术节的成功举办 表示中心的祖贺 另外也向我们的艺术家们 像Sophie 还有美纳诺的演艺中心 以及Selena 还有EDI 英龙传媒 还有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团体和个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谢谢张萍 好 总理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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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